469 20多岁这一名比利时级的工程师 来台从事离岸封店的工程 但经过疫调 发现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人在比利时 就已经出现了嗅觉味觉丧失的情形 怀疑是境外移入 但是现在指挥中心也不排除 他可能是在台湾遭受了感染 指挥中心表示一切尚待厘清 而且他待在台湾的期间 曾经到过了台北 宜兰 还有彰化 台中等地 接触者众多 部分裁检结果也出炉 统计台中彰化总共350人 其中有130人呈阴性 其他人还在等待检验结果 来自比利时的风电工程师 在台确诊染疫 经过疫调足迹遍布台北宜兰台中和彰化 累计接触人员众多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召开记者会 公布最新裁检结果 依据彰化性卫生局 提供的数据掌握密切接触者310位 裁检后109人阴性 201位尚待检验 而台中市部分工程师去过的2间酒吧 匡列的40位接触者 确定21人的病毒检测呈现阴性 21位的病毒检测是呈现阴性的 那有6位还在等待的结果 另外的13位呢 有在安排做裁检 而案469比利时工程师 今年3月在比利时就有味觉嗅觉丧失 5月来台直到7月底才被验出 到底算不算本土个案 有没有可能打破国内零确诊记录 指挥中心强调还要再厘清 另外工程师曾经到过许多地方 是否要公布足迹 指挥中心表示 如果有掌握不到的部分才会考虑 至于地方卫生局揭露足迹 也只有罢名字都公布 有没有不妥 指挥中心回应揭露多少一体两面 全全交由地方卫生局掌控 不会干事太多 记者纵合不倒